Zither Harp 欢迎与国家飞哥 郑月 就是纽约水滴摄影俱乐部的创始人 那我们有幸今天请他来介绍一下水滴的器械、拍摄方法、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是很好玩的 大家好,有请 这个非常荣幸 来这里能给大家分享水滴摄影的一些心得 和一些感受和一些技术 第一,我首先感谢这个纽约摄影协会 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有这么多的人能参加我这个水滴摄影讲座 我非常荣幸 谢谢,感谢,感谢 这个水滴摄影这么大的场面 这么大的规模 这么正规的讲座 纽约第一 没有的,老外都没有的 我们这是第一个 以前呢,讲过 我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大 以前呢,小范围内 就是一个像摄影俱乐部 家庭,我在家里办过两次 挺好 你们这个,你们这个 好多这个摄影朋友也去过我家 两次 然后还给一个 一个摄影的一个俱乐部 也讲过一次 就是说那是小范围的 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今天下来这么多人 我都有点紧张了 有道路上水滴给照不出来 水滴摄影 大家肯定看过 在网上 书上 看到过有好多水滴摄影的一些作品 觉得这个水滴摄影呢 就是和别的摄影啊 又是 另类的,不一样的 水滴摄影 它的这个 非常奥秘 很神奇 我当时我看了照片 我看了一些照片 我 我觉得 哇,这个怎么拍出来的呢 怎么能 就是 正好就撞上了 以前呢 我试过 就是用最简单的那种的 手动的那个 那个 弄那个 抽管 橡皮管 把它弄好以后 吸管 啪 用手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这种办法 现在还有人在做 用那个 一滴 用闪光灯 刷一闪 有时候 啪 正好 lucky 你就撞上了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miss掉 就是很费劲 也有人玩的挺好的 但是这个玩法呢 就是特别简单 你只能 就是一个颜色 一滴水 两滴水 两滴水都不可以的 哎 我用牛奶也做过 也照过 牛奶 也挺好的 反正是撞了 弄了一个 弄了个杯子 把那个 往那个杯上一撞 正好 啪一闪 还可以 挺好玩 玩了一阵子 觉得没意思了 就是 太单调 那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就 在网上看 看了一会儿 哇 我说这个水滴摄影 这么神奇 我试了半天 没试好 我说 他们怎么照出来的呢 最后我就 查资料 看 找到一些设备 就是水滴摄影设备 水滴摄影设备呢 找到以后呢 我和一个 我的一个网友 我向他讨教 他是个女的 他照得不错 挺好 他给我了 很大的启发 我说 哇 他这一个女 一个女士 能照这么好 我说 他这个男的 应该照得更好吧 对 sorry 所以呢 因为照这个水滴的人啊 特别少 你知道 那照好的人 就更少了 水滴呢 就是说 你第一个 你简单的 你可以照 但是呢 你再复杂的 你一定要有设备 你就像魔术师一样 没有那个魔术盒 你变不了的 一定要有那个设备 那我就查这个设备 我查 查查 OK eBay上我查到了 eBay上查到 这个 叫 slashart 他是英国人 他在卖这个东西 卖这个东西呢 我就买了 买了以后 我就试 试了20分钟 机器坏掉了 20分钟 也没出来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呢 就是 他是用手动调的 没有数码 你照水滴啊 用这个数码来 微调控制 有时候都很难的 你说用手 那个就是一个旋钮 你来慢慢慢慢调 很费劲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 就给退掉了 退掉了以后 我就又找 又找到美国的一个产品 美国一个叫 stuff flash还是什么 那个玩意儿 找到一个 哇 特别好 但是特别贵 八百块钱 我说八百就八百万 我买了 我就买了 买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 实际上正是开始 从那个开始试 那个呢 就是 挺大的一个盒子 这么大一个盒子 这么大一个盒子 完了以后 这个东西一定要跟电脑连到一起 而且这个灯光呢 一定要按 在全按的情况下来操作 我试了一个礼拜 我的眼睛都肿了 流泪 每天都流泪 我觉得这个 怎么 他们设计 怎么这么科学一点呢 那又找 又找到两个 那个我用了一些礼拜 我给你退掉了 出来 出来花了 已经出来效果了 立法会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它退掉 退掉了以后 我又冲 我又在 网上我又买了一个简单的 我说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我买个简单的好不好 OK 买了个简单的 便宜 也挺好用 用这个 它不是用遥控器 它是用手机 手机操作 也是挺暗的情况下 来操作 但是呢 它呢 只有一个 只能 只有一个头 只能 最多能 滴两 最多能 滴三滴水 又玩了一会儿 我觉得还是不行 我说要 要玩 咱们就开始 找好的设备 那最后 找来找去 就找到这一家 这家设备叫 MJKKZ 它是这么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 就是说是 它把这个 市场上 现在可以说 世界上 市场上 所有的 设备 都集中到一起 全 选上最精华的东西 集中到这个上 这个东西很小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说是小一点的 这个是mini的 就是我现在 在机器上 放的这个 就这么小玩意儿 一个小小的小玩意儿 它可以控制 三个喷头 可以滴 每一个通道 可以滴六滴水 六滴水 三个这个喷头 你想一想 这你玩吧 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三个颜色 三种颜色 红黄绿 whatever 你想什么颜色都可以 它的水滴呢 就是说是滴的水 就是水滴 每一个 每一个喷头 可以 可以滴六滴水 它可以support六滴水 那你之下 一让一个 十八滴水了 啪啪啪 就可以撞了 可以玩了 那我 我看上它以后 我就买了它了 买了它以后 一用 number one 很好 所以呢 我就特别感兴趣 那我呢 就是我也上了Facebook 老板讲了 他跟我讲 你上上我的Facebook 我们有一个group 你去那看一看 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OK 我就上去了 上去以后 哇 整个另外一个世界 哇 那简直就是 太兴奋了 我看了以后 我说这些人 全是人 OK 你可以加入 这个是closed group 就是这个是不公开的 就是内部 有两千多人 世界各地 两千多人的 水滴高手 都在这里 一下子进去了以后 哇 我进去了以后 那我也拍 我那会儿也是 每天晚上都拍 每天晚上拍 拍拍拍拍拍拍 有时候一拍 拍到凌晨 两三点 有时候一晚上都没睡觉 早上起来 我老婆 这人哪去了 走 我 第二天我还得上班 很辛苦 但是呢 这一过来以后 就说是 学习了好多东西 那我加入了以后 我照片我上去 上到那个group 那个照片 OK 他这个 他这个 group的那个founder 也是这个 技材老板 他说这样吧 一共有三个admin 就是那个网管啊 他说这样 你在北美 你 我 我邀请你加入 你也是网管 OK 我也就进 进去以后 现在基本上 反正世界各地 有什么 就是网上的一些 一些操作呀 什么的 我是其中之一 弄了以后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玩法 就是五花八样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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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个 现在是这样 就是 玩来玩去 大部分的人 是北美 欧洲 没有想到 印度人 我们group member 印度人是在 number one 第二是美国 美国和加拿大 第三 是这个 欧洲 主要集中到 这些地方 华人 零 我们那个member 里面没有一个华人 全是 全是老外在那儿 在做 那我想了 我说这个 没有华人 怎么不可以呢 世界上华人 我们的队伍 这么庞大 而且华人 摄影爱好 就这么多 就是这么特别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来学习 研究 来玩这个东西呢 我就现在就想 就是说是 我打开这个 华人的这个 市场 这个 就是向我们 我们华人摄影爱好者 来多多介绍 现在确实是 有一些人慢慢起来了 我就成立了一个 水地摄影俱乐部 是叫纽约华人 水地摄影俱乐部 这样呢 就是是 好多人呢 就是经常 有什么买 买一些设备啊 有些什么的 咨询啊 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事啊 我们就可以 很方便的沟通 这样呢 就是说是 今天呢 非常高兴 呃 我呢 就是把 我这个的 我设备 还有怎么样应用 一些照片 怎么样拍 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我详细向大家 介绍一下 呃 第一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幻灯片 这个幻灯片呢 差不多要有15分钟 呃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在说 什么时候 我认为 也许 有什么时候 我认为 没有 我们在传统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啊 好 好 好 我啊 你现在在 你现在在 你现在在忙啊 让我去 那是 好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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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种能耗会紧接着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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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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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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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